钱是什么 钱是为人服务的 自己花不完的钱 接上集 解决完账本的问题后 赵国庆就让赵顺海大舅进来了 把从小舅那边烧带回来的腊肉 给了很多大舅 赵国庆和大舅说起 小舅在部队的事情 这让刘真才很放心 两人又说了一会闲话 赵国庆就去找钱印 钱印 我的生意做得越来越大了 江城那边也找了一批会计 但缺一个负责人 要不你去管一下 至于这边我可以派人过来 或者你安排一个人都行 嗯 你让我考虑考虑 等一两天再给你答复 行 你看你种的这些青菜 专场的土地不肥沃 都是黄土 种出来的菜稀稀疏疏的不说 关键是特别的瘦弱 都像是稀长稀长的 这里不适合种青菜 我看青菜种在菜园子里 那长的才叫一个旺盛 钱印也听出赵国庆的言外之意 他其实也向往原来曾经工作的江城 可又害怕回去后重蹈覆辙 不知道赵国庆值不值得相信 万一再遇到以前的领导 自己又该怎么办 一瞬间钱印想了很多 赵国庆从砖瓦厂回来后 就来到知青所这边 但是这里却住着几个小孩子 他们警惕地看着赵国庆 问他是干什么的 三娃子 你怎么在这里住 叫三娃子的孩子 也认出赵国庆 喊了他一声书 接着说自己的房子倒塌了 娘也跑了 不知道去了哪里 所以就住到这里来了 赵国庆知道这三娃子 他的爹几年前就死了 赵国庆看着这些面孔 居然还隐约有认识他 有一段时间 没在家乡的他 以为分田到户后 大家的日子都能好过起来 没成想 还有这么多孩子 已经永远没有家 吃饭都成问题 这让赵国庆心底 像是赌注一样 非常的难受 很快赵国庆 就从家里 拿了一大块腊肉来了 还有一大袋米 和许多的蔬菜 看着那些孩子 手忙脚乱地做饭 赵国庆突然有一个决定 晚上赵国庆 就来到了张军家里 国庆你来了 来来来 一起吃个饭 我在知青所那边吃过了 你先吃饭 不要管我 不嘛 吃过也来喝点酒 我们许久没有一起唠唠嗑了 我家那小子写信回来了 他说已经是正式工了 但是过得一点都不开心 我们愁死了 那行吧 真叔 你说知青所的那群孩子咋办 有没有更好的安置办法 我看那群孩子挺惨的 嗯 其实每个村都有这样的情况 我们村还算是少点的 有的村人更多 国家肯定有好政策 只是这样的好政策 还没到我们村里来 我听说县城都有孤儿院了 可朝阳村没有 那这些孤儿咋办 有没有能读书的地方 都太小了 还需要人照顾才行 这个得等国家拨款才行 不过类似这样的事情太多了 就是想把孩子送到福利院 也得有地方收才行呀 从张军那边回到家 母亲还在院子里等着他 国庆你吃了没 要不我去给你热下饭菜 鱼塘那边已经放了浑震的鱼网 明天就有鱼吃了 我吃过了 妈 你明天多做点饭菜 我喊三娃子过来吃饭 行 三娃子挺可怜的 爸妈都不在了 一个亲人都没 真的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我给他送了几次鱼 这孩子说鱼太腥 吃了就吐 妈 我这次回来 手里拿了二十多万 我生意还不错 以后应该你会越来越赚钱 若兰走的时候 也给了我一些很值钱的东西 我想我还有些家庭 我想帮一下这些孩子 要不我心里难受 晚上睡不着 行行行 这人呀 其实再多的钱 睡的不过是一张床 一天吃的不过是三顿饭 你要是想干什么就去做吧 我没读什么书 我只是知道你发财了 很有钱很有钱 我很高兴 你干什么事情 我都支持你 哪怕你有一天穷了 没钱了 家里还有新房子 可以给你住 还有吃有喝的 钱是什么 钱是为人服务的 自己花不完的钱 拿一些出来 接济一下有需要的困难的人 这才让人觉得高兴 谢谢妈 我知道怎么办了 赵国庆看到母亲如此赞同 心底一下子变得通常而舒服 他也有目标 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 去干点有意义的事情 也许这也是老天爷 让我重生的意义吧 第二天一早 赵国庆就把赵顺 还有张军 以及大舅都喊过来 想让他们帮着出出主意 毕竟三个臭皮匠 顶得上一个诸葛亮 当赵国庆把自己的想法 说出来后 几个人是目瞪口呆 不过赵顺却指出了问题 国庆 你的想法很好 可是你想过没 你把那些孤儿的条件搞这么好 还给弄到城里去 你有没有想过 很多有父有母的孩子都没机会进城 然后那些孤儿条件又那么好 你说 会不会有人把自己家孩子当孤儿送进去 赵顺说的对 因为管吃喝还能读书呀 这年头条件差的家庭可不少 在农村 很多原本还能过日子的家庭 虐待独打孩子的也不少 特别是有些家庭重男轻女 要是知道有这样的好地方 他们会把孩子都扔过来 嗯 赵叔张叔说的有道理 这样吧 我先去看看福利院怎么操作的 先收养一批真正的孤儿 给他们吃喝 也请人教育他们 有家庭愿意收养的更好 没有人愿意收养我就一直养大后 让他们工作能养活自己 他们正商量着 村里那群孩子 在三娃子的带领下都来了 一个个怯生生的 还有些胆小 刘真芳看着这些孩子就感到心疼 马上招呼着给他们洗头洗澡 钱印不知道什么时候 站在了角落里 他今天来 其实是想和赵国庆说一声 他不想去江城 但是当他看到赵国庆 为了这些脏兮兮的孩子忙前忙后的 他也忘记了此行的目的 钱印 你来了 来 帮我多提点水来 这些孩子挺可怜的 我打算全部带到一山长大便去 然后找一个人 给他们做饭啥的 顺便找一下学校 或者看看福利院大便咋办 孩子都这么小 肯定是要上学的 你图啥 这些孩子养大的很多年 小的那些怕是得十几年 你这图啥 不图啥就图心安 见不得这些 我不想人生留下遗憾 不做这些我睡不着觉 就这 你知道不知道 这会很费钱 而且以后养大的孩子 说不定并不惦记这些恩情 我要他们惦记干嘛 我只求自己心底踏实 问心无愧 没有啥遗憾就好了 干嘛要考虑别人 会不会惦记这份感恩 我只要自己心底 踏实就好 这想法让钱印瞪大眼睛 只觉得不可思议 然后鬼使神差地说 要跟赵国庆去江城 我只要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